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高兴的马总统在辩论时的表现 国党的董主席肖孙选年在十年建功方面 也就要考虑解释 我最近听到最常听到的纲领 就是很多年轻人讲要求我 薪水昨天才纲领 今天就花光了 听说有记者问他说 总统人民负担这么重 您还会不会再加税 他怎么回答 我当然会再加税 在办公室不好睡 主持人很特别政建会是何买求求问题 也就是大台南市长朝鲜政建的时候的罪法 有钱说好像没菜 现在变成在没菜了嘛 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应该是来让党主席自己来讲话 结果变成我来没菜 有钱说好像没菜 贾纪委说好像主持节目 是政建以外深色的地方 民事新闻台北